我俩刚在一起的时候 他对我挺好的 今天送我上下课 对我也很关心 后来我发现 他根本不顾我的感受 把他认为所谓的爱强加给我 为了他我放弃了一切 我对他那么好 我不明白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他总是把他的过错推到我身上 我不仅不能反驳 还要对他感恩戴德的 我们每天都在吵架 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我真的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掌声有请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宇二十三岁 来自黑龙江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小宇二十三岁 同样来自黑龙江是一名学生 来 多请 是一个学校的吗 是一个学校的 一个专业吗 不是 同年级吗 我是她学姐 今天谁要来这个节目的 我要来的 来干嘛 来跟她分手 我为了她付出了所有的一切 她现在想跟我分手 我感觉不可能 我经常听女孩子这样说 男孩也这样说 来来 说说吧 怎么回事 刚开始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也是的确是觉得她挺细心的 也挺能关心我的 然后但是时间长了之后 我发现她根本都不是这样的人 就比如说是 有一次期末的时候我写论文 然后我跟她打电话 我说那个我暂时写论文 我就暂时可能不能跟你出去约会了 过几天她自己整理出来资料之后 她撇给我了 我为了她的复习资料 我自己期末考试 我都没有好好复习 当时我就挂科了 我想让她帮我 把我重修资料整理一下 那她呢 她反过了一下就拒绝我了 那我心里能平衡吗 你感觉 我跟你不是一个专业的 而且论文也不是我让你帮我弄的 而且那些课我都没听过 你怎么让我帮你弄 我感觉她就是不想弄 想弄都能弄出来 两个人在一起 都得是有付出就会有回报的 先说她那次付出 然后帮我要回报的那些人 都感觉特别可笑 我俩刚出第一月的时候 她给我送了 叫你一个月的早餐 到月末的时候 我发现她没钱了 然后我问她 我说你怎么没钱了 她这么跟我说的 那我没钱不还因为你吗 我每天我跟你送早餐 我现在没有钱 没有钱吃饭了 我还得管家 一直下个月生活费 那你就别送了 没这个必要 那你的意思是说 我辛辛苦苦送你 送你一个月的早餐 我心甘情愿 我活该 那合着我一点 我对你的好 你一点情都不领是吗 你现在没钱了 然后你那么跟我说话 我让你不送了 不很正常吗 那你就骗得让我回报你是吗 我不是说让你回报 你多少你得有吧 你应该觉得 我应该怎么领你情 你给我送一个月早餐 我再给你 你知道我为了你付出的多什么 有一次为了给他送早餐 我还出了车祸 你们不是一个学校的吗 是 我去很远很远的几条街 给他买他喜欢吃的早餐 我那天回来 也是着急要迟到了 我就被一个白色车给撞了 我当时脚是骨折了 哎呀妈 你还好意思说这事 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要死要活的了 我就回了 我往医院跑 然后我到那时候 我发现你也没要死要活 你还有力气跟我吵架呢 还有力气跟我生气呢 然后他妈给他打电话 你知道他咋跟他妈说的吗 他妈问他 你脚怎么骨折了 那还不是因为我女朋友 他天天让我去给他买早餐 然后我脚太骨折的 然后他还让我接他妈的那个电话 让他妈在对面 指责我 我凭什么呀 我三是你家的 我是你家而喜分吗 不是因为你 不是因为他 我怎么会出车货 我怎么会出去买早餐 那天早上是他 让你出门买的早点吗 不是 在你过马路那一瞬间的时候 撞你那辆车 是他开的吗 不是 那你这个被撞了 跟他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是因为给他买早餐 我才会 因为谁让你给他买早餐的 我自己 你给他买早餐 你被撞了 那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没有关系 你愿意给他买早餐吗 愿意 真愿意还是假愿意 真愿意 行了 别再说这事了 翻篇 还有别的吗 我一直都对他好 他从来都不给我回报 就像上次我俩在公交车上 就有一个人 他把他的鞋给踩了 没有道歉 没道歉 怎么了 他跟我抱怨了 那我为他出头 他反而觉得我丢人了 不是 你干嘛去了 我去跟我跟人理论 他那不叫理论 他是那叫跟人抄抄 你知道他怎么跟人说的吗 去跟我女朋友道歉 敦心把我女朋友鞋给我擦的 你哪有这样 我都没你觉得怎么回事 他踩你鞋都道歉怎么了 不是 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吗 我俩还没 没抄抄完呢 他直接就把我拉走了 他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嫌我给他丢人是吗 本来咱们这件事 虽然是他踩的我 但是咱们有点太无理了 我拉你 我还怕你们干起来 然后吧 他是觉得啥呢 我没跟人抄抄完 你凭什么拉我 你拉我干啥呀 那我多没面对呀 那不都是为了你吗 我感觉我没有错 好 呃